在上一节思维漫游我们提到这个围绕着疫苗这个话题实际上产生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误区陷阱和阴谋论 那么这些呢在上一节我们讨论主要是围绕着美国的这个民众的这种基本的人口结构 尤其是带有宗教性和这种疫苗的拒绝打疫苗的这种相关性有很强的一种相关性 那么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同样的围绕着疫苗的这个话题呢转到另一个方向 那就转到今天的中国而在中国这个情况呢它和那个宗教性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因为中国是不信宗教的但是呢另外一个方面的中国是一个极权体制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以极权体制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政治体系下 人们对这种疫苗和以及相关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阴谋论是怎么样存在的 首先呢就是说阴谋论实际上我们从前几节的介绍可以看出来 它是一个认知陷阱而这种认知陷阱在很多情况是一种被动产生的认知陷阱 换句话说产生制造阴谋论的人他并不清楚自己产生的这种阴谋论的这么一种说法是非常荒诞 但是呢还有一种呢是主动产生的也就是说制造阴谋论的意图是非常明显 也就是说有些人在刻意制造一些阴谋论用阴谋论来达到某些目的 那么在一个专制集权的体制下上阴谋论被这个当权者掌控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 尤其是用这样的一种阴谋论的这种工具来去做这种煽动鼓动民众和宣传目的 它是非常有效的 in fact在这个以阴谋论为中心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并不是在今天才有的 而是我们回想一下在二战期间在纳粹德国在这个大量的破坏犹太人的那些悲惨的那种运动中 实际上阴谋论就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在1933年纳粹掌权以后第一件事 希特勒就是派他的这个狗腿子的科贝尔 然后建立了一个就是这个叫做Ministry of Public Enlightenment and Propaganda 就是公众启蒙和宣传部 想想这就是一个宣传部嘛 所以这个Ministry of Propaganda或者叫Ministry of Public Enlightenment 听得多好听 就是让大家启蒙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宣传部 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从纳粹开始就有 当然纳粹之前也有不同的形式存在 但是纳粹是把这样的一个部门是真正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政治部部门 当然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仍然是在中国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 中宣部大内宣大外宣 实际上他们所做的就是Propaganda 就是做的宣传 而纳粹的这个宣传 在科贝尔领导下的纳粹宣传 主要的针对目标 那就是当时的德国民众 德国的士兵 德国的维稳势力 维稳势力 包括他的警察 他的这个党卫军和所有的被德国控制住的 那些附近的其他的国家和领地 而在这后边呢有一个他的宣传后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那就是阴谋论 为什么希特勒反对犹太人 把犹太人整得那么惨 很重要的就是他制造了一个巨大的犹太人的一个阴谋论 这个阴谋论实际上我们这里就不细讲了 围绕着这种犹太人在控制的所有的东西 这么不公平 那么不公平 所有都是所有的坏处都是犹太人干的 那么就使纳粹呢 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对犹太的这么一个思维方式 那么在专制集团体制下 尤其是那些权力高度集中的那种统治集团 阴谋论呢 可以有两个主要的目的 或者是有两个主要的用途 第一个用途呢 是煽动群众 煽动底层的人们去打击他们的政治异己 那么希特勒呢 上早期用过这些东西 那用的最精致的呢 就是斯大林 就是毛 看看斯大林和毛 把他的过去的所谓的革命统治 一个战壕里出来的战友 一个一个给灭掉 我们在讲斯大林的这个 肃反和毛泽东的 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这都是一样的 把他们的过去的这个这种同伙 一个一个被干掉 实际上后边主要的这种理由 很多很多都带有阴谋论的成分 就是他们的政敌 是组织了一个巨大的阴谋 想推翻他们伟大光正确的政权 然后想怎么颠覆 他们的革命江山 这个那个 所以这个是一种方法 就是用阴谋论来打击他的政治异己 当然还有一个 就是用阴谋论 把他的国内的注意力转移到国外 也就是说 当他国内出现大规模危机的时候 通过阴谋论来说 我们在我们的境外有一些反华势力 有一些敌对势力 他们在勾之 勾建出一个巨大的阴谋 来破坏我们伟大光正确的共产主义事业 这也是阴谋论的一个基本的角度 而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 这种集权或者是高度的这种中心控制的这种政府的情况下 阴谋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我们刚才讲了 那么尤其是当这个政府或者是政权 对整个的所有的舆论的管控是全面的彻底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全面彻底的时候 阴谋论也就变成了他的宣传工具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一个全面控制政权的这种环境下 他的政治是不透明的 他的规则是非常随意的 他的言论是完全被管控的 他的宣传是完全在他自己的格调下进行的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像今天他有一个巨大的信息火墙 把所有的他不愿意让你听到东西完全隔离在外 因此呢他可以在控制所有信息的渠道下构建出一个以事实相违背的阴谋论 那么我们把这个话题呢 继续呢 就是再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今天的中国的政治氛围显然是一个高度机密 高度保密的政治氛围 OK到底这个20大还是19大 还是什么中央的这个共产党的这种核心领导阶层里面 到底是谁和谁的权利和利益关系 一切都是由官方的唯一口径出来 因此呢这后面的黑幕谁都看不见 甚至是包括他的那些中央委员里面可能的档次不够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在这样一个完全不透明 完全暗箱操作的政治格局下 他只能是产生各种各样的阴谋论 那么这个阴谋论当然有的是民间的 有的是官方的 民间的当然官方是要打压的 而官方的呢是官方刻意制造的 那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暗箱操作 包括权力转移 到底谁是下一步是当什么政治局常委 还是当总理 还是当这个当第一把手 这说一切都是在暗箱 而是之间不同的派系之间的各种你死我活的角力 各种各样的斗争 各种各样的内斗 各种各样的这种在毛时代 甚至包住各种各种各样的暗杀启动商 在毛时代以后有很多次也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互相的这种甚至就是就是像暗杀都有可能的这这些局势都是在暗箱操作都是老百姓不知道的都是老百姓只能去猜疑这种阴谋轨迹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非常不透明非常血腥又通常各种各样的内斗 同时呢又非常的把老百姓隔离在外的情况下 老百姓心里只有一个结论 就是上面发生的事都是一帮阴谋轨迹 他们互相在进行通过阴谋轨迹在进行各种权力上的角斗 然后呢不管是谁今天是谁被反腐了 明天谁进了监狱了 实际上都是他们互相角斗的结果 那这样的这种不透明混乱 不透明暗箱操作 就是很多很多东西必然的就变成了一个阴谋论的一个基本框架 因为只要有一些不确定的事情发生 后边一定有一个巨大的阴谋 这个阴谋有可能是真的 有可能是假的 有可能是刻意制造出来的 而作为官方来讲 作为权力的均有者 不管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 还是后来的现在的习近平 实际上他们从他们的这角度来讲 他一般来讲对民间的阴谋论 或者是别人的猜测 他一般来讲他都不要必要去解释 因为你这种东西 我就是说你你说的阴谋那就是谣言 我就把你干掉 我不会因为你说的什么事情来进行一个回复 我不会去说你说的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或者不准确 而是说你就是在传谣 我就把你送监狱里就完了 所以他根本没有必要去对这些 这些民间的阴谋论进行各种各样的这种处理 就唯一就是送监狱 那么而对于他们自己产生的阴谋论 那当然他就自己刻意制造出来 通过他们的宣传部门 通过他们的打内宣打外宣 去制造各种各样的官方的阴谋论 这些官方的阴谋论 显然如果是带有官方的色彩 那只能说是不可质疑 我说这件事是某一个阴谋造成的 那你必须接受 你要不接受 那你又是在传谣 你的阴谋论的版本跟我不一样 那你那个版本就是谣言 我这是官方的 所以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实际上他们自己的阴谋论 有的时候经常互相都不能圆的 互相都有矛盾的 而他们对于这种言论的垄断性 使他们的阴谋论就变成了官方的 非阴谋的一个解释 而他们的阴谋论往往是和他们传出来的假新闻 和他们扭曲的新闻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东西混杂在一起 而他们制造的各种各样的阴谋论 往往不一定完全是假的 有可能里边有一定的成分是对的 或者有一定成分是真实的 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假的 而只不过是带有很强的偏向性 更重要的是 他们所制造的这些阴谋论 基本是无法去验证的 无法核实的 因为他说的这就是对 那你要去核实的话 你核实的跟他是一致的话 他不说 你要不一致的话 他就说你是造油 而所有的证据 以他们是官方的这种阴谋论的证据 往往都是模糊的 不足以说明问题的 有时甚至就是假的 但是你无法去证明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当然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 他因为在控制的所有的政治局势 所有的官方口径 所有的宣传手段 而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 对于权力机构内部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不管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决定决策过程 老百姓是俩眼一抹黑 基本闹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想想这几个月 过去这个半年一年 李克强和习近平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胡锦涛和习近平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有谁能说的清楚 谁都说不清楚 所以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讲 他只能倾向于一个解释 就是这后边都有阴谋轨迹 我们只不过闹不清楚这阴谋轨迹是谁 所以中国老百姓 他的心理上的几十年的这种环境下的 这种习惯性就产生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切一切后边都有鬼 都有意图 我们只不过不知道而已 今天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一个词 叫中南海听床师 实际上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些在猜测阴谋的那些人在传各种各样的新闻十有八九 这些新闻本身也是假新闻 只不过是官方不认可的那些假新闻 好 那么我们下面呢就把这个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这种环境着重的看一看 在这个过去这几年的这个瘟疫上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首先呢我们通过刚才讲的这种官方控制言论的所有的一切的管控中 我们能看出来他制造的所有的阴谋论的一个基本基调 就是一切坏事都是西方干的 一切坏事都是西方干的 在官方的情况下就是坏的阴谋坏什么都是西方的都是西方干的 尤其是美国干的 因为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嘛 美帝把苏联给亡了 苏联为什么91年垮台 因为是美帝干的 是西方干的 是他们的一个巨大的阴谋 把美帝把这个苏联给破坏掉了 而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再次得偿 而西方呢在目前一切的一切都是想在中国进行颜色革命 在中国进行各种各样的打压 使我们中国的一个伟大光荣的中华复兴梦无法成功 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他们制造了一个我们和他们的这么两个对立的角色 所以我们和他们 那么我们是谁呢 就是当然以共产党为中心了 我党为中心的广大人民 我们是站在人民的一起 是我们大家联系在一起 而他们就是敌人 这个敌人当然就是指以美国为中心 以西方为为中心 他们的一切行动就是一点 要打压我们 要把我们给破坏掉 要把我们打压 要给我们下半子使食料 把我们绊倒 把我们阻止 把我们的这种伟大的中华复兴梦给挡住 因此回到这个最近几年发生的事 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 这是西方敌对势力 把200万人弄到大街上去捣乱 都是他们干的事 颜色革命是他们的目的 然后呢 现在的这个瘟疫 新冠的这个大瘟疫 是他们放出来的生化武器 不管是西方的大药厂 还是西方的政府 在这里就想把我们中国人给破坏掉 把我们中国的这个整个的生态环境破坏掉 这些东西向我们听着很荒诞 很多人解释不可思议 但实际上这些 以这样的基调来讲的各种各样的阴谋论 上在网上 在中国官方的网上 在这个海外的官方 都有不同城市的显示 the fact就是这些东西 在中国的官方网上 没有被及时的屏蔽掉 就说明他们是认可的 而各种各样的阴谋论 实际上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 敌人想破坏我们 而我党和人民站在一起 我党和人民在这里成为了一个受害者 只要任何的全世界任何媒体 任何西方包括中国的专家 说的哪一句话 有利于他们 他就把它收集到一起 收集到一起 编织成一个巨大的西方的 以美国为主的这么一个巨大的阴谋论 这个阴谋论有各种各样的版本 有的是制造病毒 有的是用假疫苗 或者有一些用无效的疫苗 有的或者是想打压我们国家的成长 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角度来说 总的来讲就是敌人在制造一个巨大的阴谋 想破坏我们 而在这个过去几年的这个新冠的病毒的大流行 成为了中共用阴谋论 用宣传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活动中心 就是等于他们用很多很多的这种精力 很多很多的财力 来编织这么一个巨大的阴谋 这个阴谋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它并不是一个唯一的版本 而阴谋的中心就是把美国编制成阴谋的操盘手 OK阴谋的主要是操盘手 就是美国 而这个什么呢 而中共呢 在这里是扮演着一个保护中国人民 人身安全的这么一个好的角色 为什么我说这些 说这些东西 实际上就是说 现在在中国的火墙之外 有很多学术上的统计和研究的论文 在分析过去几年 中国官方的宣传媒体 到底在这段时间做了什么 那么他们的分析 可不是说简单的拿一句话来分析 而是用海量的中国的微博 美国的脸书 美国的推特 美国的什么 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社交媒体上的 海量的挂有中国官方色彩的账号 放出来的这些信息 做一个大数据的分析 而这个大数据的分析 能看出来很多重要的线索 这些线索 你看一两个post 你不一定能得出这个结论 比如说他们这个分析的结果 就是在这个脸书上做出来的一些分析结果 就能看出来就是他们官方带有官方的账号 只要是有关中共对这个瘟疫的处理上 基本都是正面的故事 正面的新闻 正面的报道 正面的评论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只要是有关追究这个病毒的来源的问题 他一定会直播出来 对他们有利 对中共有利的那些过去的历史上的一些痕迹 不利的 他们不会说 只是说有利的 比如说有些专家说这个东西来自于武汉 那他就不会放出来 如果有些专家说这事也不一定来自武汉 那他就把它放出来 所以你从中国的官方的媒体上 你能看出来 所有的声音都是对 到底这个病毒是否来自中国产生质疑 而以其相反的观念 你是看不到的 然后他们用各种各样的 带有方向性的各种各样的广告 各种各样的这种软性广告 硬性广告 在美国的大量的社交媒体上扑下来 花了很多的很多的钱 而这个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 因为所有这些美国的社交平台 在中国都不让用的 换句话说别人以其相对立的观点 是不能在中国人看到 他却把他的观点在美国的民众中 肆意的这个宣传 所以等于是美国的社交媒体 像Facebook像Twitter 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个 中国的宣传部大外宣的一个外言 这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 包括中国的这个TikTok 实际上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或者是非常危险的一个问题 而在这个整个的这种宣传的过程中 底下就有一个很强的一种 conspiratorial misinformation 带有阴谋论色彩的东西 就经常会在这些信息中透露出来 而这些阴谋论的色彩的东西 就基本就是说把中共从这里拨开撇清 同时呢把这个矛头指向美国 指向其他的西方制药厂 或者是美国政府 然后呢这样的话呢 就是逐渐逐渐呢 他的这个外宣 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上的产生的东西 就产生了一个隐隐约约 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倾向性 而这种倾向性 对于在一个信息开放的用户群体来讲 你不一定能感觉他是在倾向 而是你感觉好像他说的有道理 而中共的这种官方媒体 在这个问题上也要带有很强的一种倾向性 这个倾向性上在瘟疫的早期是不清楚的 2019年2020年初的时候 他的官方的媒体他自己也是在这里面很清楚的指出 就是说病毒有可能来自于武汉附近 只不过呢来自于哪一个动物 他们并不清楚 这一点他们自己都承认 就是有可能这个这个病毒的起源起源于武汉 不管是武汉什么地方 有可能在山里 有可能在什么地方 或者动物市场 或者怎么就那个活动物的那个交易市场都有可能 但是很快呢 他这个官方的这个基调就逐渐逐渐转移了 就是过去讲都是从武汉来的 然后逐渐转移成这个不确定 就是官方的所有的这些信息里都有一个所谓的uncertainty 都带有一个不确定性的这么一个基调 就是我们闹不清楚哪来的 那意思就是说有可能不是从这来的 那这本身就是开始在躲避责任了 然后逐渐逐渐到了2022年的下半年到2013年 那基本就是完全掉到另一个方向 这个不确定已经不是那么不确定了 基本确定就是美国人干的 美国在参加军事运动会的时候 给带到美国带到中国来 甚至有可能是美国的一个军队的一个实验室 泄露出来的这个Ford Detrick在Maryland 就是这么编造 而这些东西在美国实际上没有多少人去对他去反驳 因为这些东西实际上在美国根本站不住脚的 但是呢 他在中国人的眼里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 这种大数据显示 他有一个非常一致性的这种矛头指向美国 也就是说这么过去这两三年 他从过去的来源于中国武汉改变成不确定 然后改变成确定来源于美国 这么一个转变的过程 实际上是可以从大数据里清清楚楚的看到的 而这样的话呢 就从原始的那种带有一定的可信度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阴谋论 而这个巨大阴谋论就逐渐渗透到当时官方 就是现在的官方的所有的媒体的用户 包括微博 包括美国的所有的账号里的大量的这种水军 然后呢 包括他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新闻发布会 都在把矛头指向美国 然后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美国就想借这个机会来破坏中国 而整个这个过程中呢 真正官方站出来说 这个就是美国人干的 反倒不多 他只是官方只是在 允许这些水军了 在散布各种各样的谣言 都是对他有利 而且都是对美国提出质疑 而这些谣言 他总体的形成到一起以后 就构架出一个阴谋论 而这种谣言的这种构架 实际上表面看是非常松散的 非常无组织无序的 但实际上后面是一个官方的黑手在操纵 通过大数据 一下就能看出来 官方黑手在操纵这些水军 实际上任何对中国的言论管控的人 都非常清楚 如果这些水军说的任何话 对中国的官方明显不利的话 他这个帖子很快就会被删掉 而对中国有利的话 这个帖子就一直留在这 这个也实际上是在今天美国的 这个TikTok 就是中国的那个抖音 在美国的那个版本 有类似的问题 就是说他表面上看 他里面很乱 实际上你真在里面说一些 对他后面的大老板不利的情况 很快就会被删掉 而这种阴谋论 这种构架 他并不是一个完全的 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人在说 这里有一个巨大阴谋 而是用各种各样的 千千万万的这种 零零散散的各种各样的 这种不同的言论 表面上看是民间 或者是所谓的那些专家 发出的言论 实际上后面都是隐含着 一个统一的口径 这种统一的口径 只有在言论严格管控的 一个环境下才能形成 这个就是因为中国 具有很强的言论管控 而这种言论管控下 能够渗透出来的 对这个政府有利的话 是很一致的 这个我们在很多讲以前 讲过那个 麦克斯维斯 Maxwell's Demon 上是类似的一个意思 当你有严格的言论管控 和信息过滤的情况下 你可以产生一个 黑白颠倒的情况 而这个阴谋论 由中共政府购置出来的 一个阴谋论 实际上某种意义 就是一个非常严密的 言论管控造成的 这么一个结果 而这样的一个结果 在一个言论自由的 国家的人的眼里 看不大出来 好像就说 他们讲的都有道理 但实际上 你只要了解到 他后面的言论管控的 这种高度的筛选性 高度的选择性 和高度的这种 任何他不利的东西 都给你关掉的可能下 你就知道 他说的话 你一句话都不能信 甚至连一个标点符号 你都不能信 因为他说的话 你无法确定 哪一句是真的 哪一句是假的 他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 但是一切只有一个方向 就是对中共有利 他才让你说 这一节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 下一节呢 我们再介绍一个新的概念 还是以认知有关的 在英语里叫bullshit 那么bullshit 我们知道在中文 这不是骂人的一个脏话吗 实际上在今天bullshit 在英语里 有一个哲学层次上的道理 下一节呢 我们就介绍一个 什么叫bullshit 什么叫胡说八道 bullshit上就是在中文 叫胡说八道 这个我们下一节接着讲 走 走 我们先去 走